文字幕 李宗盛 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呢? 主宗是和大众相处 儲毒是自己一個恩在房間裡 沒有別人的時候 這個叫儲毒 底下就是韜光陽晦 要懂得這個道理 決定不能炫耀自己 要知道潛藏 能若不能 知若無知 這樣好 自己的才華 不要向外面表錄 這是愚痴人做的事情 這是真正聰明人 不會露出來的 下面都是比喻 怎樣才能做到韜光陽晦呢 若啞 好像啞巴不會說話一樣 若弄 別人說什麼都沒聽見 如痴如醉 那 這樣做了一種 像壞氣不淩 像這個胡蕃糊塗的人一樣 賣光賣明 這個光 就是智偉 表露在外面 大致若如 命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名度 真正修行人 不要这些东西 命如果是幼了 麻烦就来了 我们中国族语有句说话 人怕出名猪怕肥 猪一肥人家就要杀他 人一出名 麻烦就来了 责道障碍陷害委托都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要培养自己的真实智慧 这个G 要靠样子 只能够得到的 不是学的 学是得不到的 你读得书再多 你听讲再多 这个是属于知识 不是智慧 这个我们必须要将它辨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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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学 博学多文 你记得很多叫寄文字学 不足以为人师 为什么呢 不是你自己领悟的 都是别人的东西 不是自己的 智慧是自己的 不是外来的 智慧从哪里来呢 从定里面来的 因界得定 因定开胃 所以那个定就是清静心 要养的 这个是修养 心地清静到一定的程度 就开悟了 叫扩现开悟 这个叫做智慧 各位是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 你才明白 为什么前面教导我们 韬光养晦 使我们的心定下来 不被外面环境所动 心 就是境界里面 永远是清静的 所以 随冬随正 就是大众相处的时候 冬 一个人独居的时候 是静的 望内望外 这个望是不执着 内外都不执着 内外都不执着 内外是二 内外都没了 就是一 花炎经上讲的一真法解 你就静得了 迷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 你就得到了 你只要还有内外 你就住在十法解里头 不是一法解中 必须在这个境界 我且问你 忽然临命中事 你将何底的生死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在一下有灾难临头 生死交关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什么办法 能了生死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也是一个真正修行人 时刻刻要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 人命在呼吸之间 知道这个时辰什么时候来吗 年岁大的不用说 年轻的也保不住 真是所谓 黄泉路上无老少 所以人人也需要警惕 有几个 我们就时时刻刻有准备 有充分的准备 这个时刻来临 我们就不慌张 所以底下说 虽是闲事 扮得下 忙事得用多少省力 他的开始 重点就是这句 闲事就是平时 平时要做功夫 到这一日到来 我们正好就用上了 他这段开始 在禅宗里头难 禅宗如果不能到 大肆定明心见性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终现得到禅定 好像禅宗这个打坐 这个一日定 能够 一个星期半个月 一个月不出定 这个定工很不错 他有没有办法 他有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他比我们强一点 他要到临终 心不乱的时候 这个大难来前 临头的时候 心不乱 他能够生天 看他定工的前心 看他定工的前心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到那些地方去 但是各位要记住 出不了三界 所以 中门大德 晚课都念 《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亦是求生正土的 我们看禅宗日中 禅宗的课诵本 他晚课 现在念阿弥陀佛 这样就说明 假如我们在平时 将这句佛号念好 临终这个时刻 无论什么时候都来 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都来接引 这个省气力 幽待 臨渴挖井 造手脚不跌 前路茫茫 胡尊乱撞 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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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慢慢不可以 到临渴挖井 平时没有准处 平时没有准备的功夫 都临时抱佛脚 灾难 但内临了 这个病虎 现前 这个时候 念佛 找几个人来帮助念 这个效果 非常薄弱 做手脚不跌 就是说你来不及了 那后果 那后果呢 就是前路茫茫 前套 一片渺茫 胡尊乱撞 这个是指六道的论会 徐着业力 牵引 到底往哪里去呢 苦灾 苦灾 是说的三徒 三徒 很容易 入去 很不容易 可以出来的 离开三徒 太难太难了 要入三徒 实在说非常容易 这个是值得我们 警惕的 底下一段 这个里面 也有很浓厚的 善味 他从比喻常说 鼻 有默点 鼻歌上有个黑点 默点 对镜 握墨 我们照着镜 看到面镜里头 鼻歌上黑点 很讨厌 但虾于镜 把镜中的黑点 拆一拆一拆 拆得掉了没有 当然拆不掉了 奇可得也 你搞错了 黑点在镜上 决定拆不掉 用这个比喻 比喻底下 这件事在下面就说出来了 好户是非 好户是非就好像被歌上的黑点 对知前景 我们外面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好像一面镜一样 不了自心,但由于景 前面那个比喻,大家听了一套好笑 都知道那个是愚痴的人 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愚痴的人 可能就是 所以这个底下说是非好恶 这个念头生起来了 怎样生起来呢 当然由外面境界来引你 外面境界是圆 引发的 这个时候 这个 一心 责备外面境界 就好像抹过镜一样 奇可得也 同一个道理 是非好恶的念头 一起来 回光反照 观察自心 这个问题 就真正得到解决 所以真正修行人 他时时刻刻照顾自己 他不太理会外面的境界 他知道外面境界 就好像一面镜一样 没有是非 没有好恶 是非好恶 是非好恶 都是在自己 迷心里面 发生的 迷 不是真的 是假的 一觉呢 迷就没有了 不觉它就存在了 一觉它就没有了 是非好恶 分别 之 鼻墨 这个是有聪明人 看到面镜里的鼻歌有黑墨 我把鼻歌洗干净 那镜里就没有了 一镜 圆正矣 〉 之后 就是相当构的 没有气 太多 那镜头 他不太均补 他不太均衍 在水里面 没参加 涂不太均衍 哪里的中间 再满 相当不太均衍 在水里 全身里满 尺 即是太均衍 其他水 道 就和一個寶石有什麼兩樣呢? 沒有什麼兩樣 現在科學發達了 這個事情更是證明了 萬法平等萬法一餘 沒有高下之分 金剛經上講這個世界一合相 一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科學講的基本物質 叫什麼名字?我講不出來 我們佛經上叫做微診 科學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原子、電子?我搞不清楚 我們佛教叫做微診 所有一切物質都是它組合的 它的原料是同樣的一種東西 一組合的箱 礦物是它組合的 植物是它組合的 動物人也是它組合的 地球是它組合的 太空也是它組合的 一合相 費現象 塞加摩尼佛在三千年前 就欣負於我們說清楚 一合相 就是平等的相 一切現象 是怎麽來的呢? 缘罪缘散 缘罪不生 缘散不灭 所以一切万相 不生不灭 这个叫真相 逐渐逐渐 为现代的科学 将它证明 证实 所以 万相哪有不清淨的呢 所有一切不清淨 一切的污染 都是我们自己迷失了真相 在这个里面起了错觉 看错了 想错了 不知有 好恶 自有 是非 从这里生起来的 通通都是没有的 一切 执石成宝 这个沙粒的石头和宝石没有两样 是完全相同的 这个沙粒是一合相 一火金刚转宝石 亦是一合相 相同的 没什么两样 现在用化学一分析 只是它排列的方程式 不一样 除了这个之外 哪有不相同的呢 印就是迷惑颠倒 认为这个是贱的 这个就是迷惑 众生迷惑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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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忌说人长短是非 乃至一切世事非干己者 与自己不相干的 别说 与自己不相干的 与自己不相干 不去听 lover去打听 不用想知 Scot 好,我们中国古人说,知事多事,烦恼多,识人多处,是非多,你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知道事情多了,烦恼就多了, 所以,不是必要认识的人,不必想去结交他,不关自己的事,不要想去知道他,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修行,修身心清静, 这个重要,凡是对于清静心有妨碍的,我们都要远离的, 口不可说,心不可思,但口说心思,便是梅了自己, 这个梅就是迷了,你口还说是非,说人家长短, 还想知道这个事,那个事,你已经迷了,你已经不觉了, 若尊练心,上手几果,拿得功夫管他家屋女士, 这句话和六祖大师在谈经讲的完全一样, 真正修道人,这个修道就是练心,历史练心, 一向生活当中,常常观察自己的过失, 你能发现自己过失, 和各位说,这个就是我们佛家说的,你开误了, 这句话,觉悟呢? 觉悟呢? 悟些什么呢? 知道自己过失了, 这个就是觉悟, 悟了要修行, 叫悟后起修, 什么起修呢? 我将我的过失改过来, 就是修行了, 什么叫开悟? 什么叫修行呢? 你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迷得好深, 业障好重,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己有过失, 自己不知道, 这个就是业障重, 别人为我们说出来了, 那个真修行的人, 立即叩头顶礼, 他将我点醒, 迷惑颠倒的人, 他就大发脾气, 啊, 我有什么个失, 还不承认呢? 所以迷惑在这里一看, 就清楚了, 就明了了, 是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修行的人, 闻过, 执起, 欢喜, 感谢, 所以这是检点自己的过失, 在修行, 功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本身碎骨, 唯心莫懂, 身与骨都是外在的, 都是无常的, 都是幻化的, 是假的, 心是真的, 只要自己不动心, 那就对了, 下面有个比喻, 这个修行人是个点的样子呢? 修十自心, 如一尊, 木雕圣像, 坐在堂中, 这个因他不动, 这个就是比喻我们的心, 将这个身, 比喻佛堂, 心, 比喻佛章, 这个不能动, 心不可以动, 终日无人, 亦如此, 环境很清静, 一个人, 是这样的样子, 翻盖促勇, 香花供养, 亦如此, 翻是棋子, 盖是补盖, 畜勇是前呼后勇, 那种热闹的场面, 心, 还视不动, 这个确确实实, 不为境界所动, 亦是如此, 赞叹亦如此, 毁碰亦如此, 你赞叹我, 我亦不生欢喜心, 亦不会以为, 我就好不了不起了, 喜控高我慢了, 人委扑我, 我亦不会放在心里, 亦不会怨恨, 心永远是定的, 修行人, 常常, 心上无事, 这句话, 最重要了, 这一大段里头, 就这四个字, 心上无事, 这叫做真修行人, 这个叫真功夫, 试试刻刻, 看够自己本命, 愿神端的柱, 这句话是禅宗里面, 就是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和这句话意思, 完全相同, 说得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这句话, 要以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时时刻刻, 提起功夫, 提起正念,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在正宗里面来说, 就是时时刻刻, 提起佛号, 心上无事, 这句佛号, 力力分明, 不间断, 不夹杂, 无事就不夹杂, 那再加上一个不间断, 这个功夫, 就圆满成就了,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愿无我人, 为谁探亲, 这两句话, 看起来, 好像很容易懂, 其实呢, 是非常难懂的, 难在什么地方呢? 我与人, 这个是, 世间法里面, 都承认的, 有我, 有你, 有他, 又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很高的, 景界, 世间人, 以网, 为真, 不能够, 辨别, 一切法的, 真假, 即使, 现代科技, 相当的发达, 对于, 一切事物的真相, 漸漸明了, 也只是, 极少数的, 几位, 科学家, 但是, 一般大众, 用佛法来说, 就是, 无耻劫以来的, 集起, 依旧执着, 这个身, 是我, 依旧执着, 这一切, 原生之物, 认为, 他是实在的, 是, 確实存在的, 有人, 有我, 有法, 法在经常说, 凡夫, 执有, 就是指的, 这一件事情, 这个小圣人, 阿罗汉, 匹之佛, 就执着空, 他说, 这个东西, 通通无的, 他执着空, 所以, 这个是, 阿罗汉以上的, 境界, 他们, 知道, 万法界空, 确确实实, 是没有, 人我, 那执着有, 这个是, 毛病, 这个毛病就是, 烦恼, 业障, 轮回, 所以, 六道轮回, 是这样来的, 执着空, 有没有毛病呢? 亦有毛病, 执着空, 虽然, 六道轮回没有了, 六道轮回是执着有之有的, 执着空的人, 没有的, 但是, 这个, 万物的真相, 他见不到, 这个万物的真相, 就是, 戴成法里一般说的, 明心见声, 这个真相, 大白了, 那执着空, 它亦是障碍, 所以, 空有两边, 都是障碍, 两边都不能够执着的, 这是不得已, 和他取名字叫中道, 如果他执着中道, 那又坏了, 不可以执着的, 所以说, 两边不立, 中道不存, 那才能够, 真正见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境界, 阿罗汉就见到了, 所以, 阿罗汉, 贪亲痴慢, 这些烦恼, 通通断准了, 它确实是没有的, 所以, 这句话, 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不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知道,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如果常常用这两句话, 来提醒自己, 帮助自己断烦恼, 帮助自己念佛功夫成片,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应当要常常警惕, 这句话, 二十一条说, 暴怨虚幻, 不可强违, 浮世几河, 垂家封剑, 苦乐逆信, 道在其中, 东征寒温, 自愧自悔, 自悔, 浮世减, Olol Glow, 是指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机体是印 falealah在自己的身体, 我们身体是孰暴至身, 缘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环境 如果缘要与境界这个境合起来说 缘就是人事环境 境就是物质环境 如果没有这个境,单单用一个缘 这个缘就是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包括在其中 也就是我们一生的遭遇 我们这个暴身和一生的遭遇 都是虚幻不杀 这是真实的 但是知道真相的人不多 为什么呢? 假如知道真相,他就自在了 他就没有后悔,也没有烦恼 也没有忧虑,也不会打妄想 世间人将我们这个暴同缘都当作是真实的 那就是绝大的错误了 所以觉悔的人,他的生活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不觉悔的人,他不肯随缘 他要做作 这个底下说是强违 强违是作为 勉强,他要以自己的心意去做作 实在说,这样也叫做业 浮世几何 浮,就是虚浮 虚假,不是真实的 西是说世间 几何是说时间的短暂 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瘦长的 不过百岁 毕竟这个世间一百岁的人很少 所以从前人说 这个七十岁的寿命就很难得了 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 现在这个社会 虽然说医药发达 就是饮食 比从前要进步 好像人的寿命延长了 其实呢 其实呢 你如果仔细的观察 不见得 意外死亡的人多 贫穷落后的地区多 如果整个这个世界的人 年龄平均一下 恐怕 还不得七十岁 所以 这个浮世 几何 要觉悟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光阴太短了 一切太虚假了 祖师在此地劝灭我们 要明了事实的真相 如何 如何 过日子呢 随家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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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世收得好,你一生家庭富幼 你就安分过你富幼的生活 如果前世收得不好,你一生果报很困苦 贫穷,你亦安分守己,过你贫贱的生活 那就对了 人能够安分守己 这是觉悟的人,是个明白人 随缘道日,苦乐亦信道在其中 道是什么呢?道是觉悟的心 无论生活是苦乐,无论景源是顺境或逆境 心里头清楚,心里面明白,心清静不动 道从哪里见到呢?从什么地方去培养呢? 就是日常生活之中了 在佛经典里面 大加涉专者,周虎行 就是此地讲的苦,逆,逆境,虎行 加涉专者,心里清静,智慧圆满 发言经上,善财同志生在富贵家庭 他的环境是乐,是顺境 但是善财同志没有被境界迷惑 他亦清楚,亦明白,亦如如不动 一定要真正觉悟的人,不被环境所转 这样就得自在了 所以道在其中 好,冬正,寒温,这个冬正是指我们日常的活动 生活状况 寒温是指一年四季的变化 亦就是含着环境的变化 我们自己生活的活动 以及我们这个环境变化当中 如果在这个里面 不能够觉悟呢? 被环境所转呢? 那便要生惭愧心 那便应当要忏悔了 忏悔是改过自身 所以这个末后两句是大师点醒我们 教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 警惕 真正收到人 无论警员的信役 无论我们生活环境上苦乐 说实在话 通通不是障碍 障碍发生在哪里呢? 障碍发生在自己的迷惑颠倒 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样才产生障碍 再看底下一段 学到人 逐日 但将检点他人体功夫 尝至检点 道业无有不白 这句话说得好 大凡世间人 只见到别人的过失 见到自己的过失 一日到刻都会评论别人的是非非常短 不见自己的过失 如果我们把它换一换 每日观察别人的过失 反过来观察自己 那你的道业就成就了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拿我们批评别人的心 来批评自己 这是真正的觉悟 所以 发现自己的过失之后 能将过失局改过来 那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你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首先要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错了 一定要知道的 底下 或起 或怒 或怒 或闹 街市 檢点 时节 这些境界中 特别容易 察觉出自己的毛病 集起 好像这样的环境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时时 在那里转变 转变之中 你自己要能够察觉到 这个就真正修行 下面从23到26 这个四段 是禅的境界 达不到这个境界 很不容易体会 禅中 这个境界上的话 不能够去思量 你要这样一想 那决定就想错了 为什么呢 它不落在意识里头 我们想象 退考 研究 通通用的是意识 善 不用意识 所以你只能体会 它里面的意思 这个四段 我们念一下就好了 各位能不能入这个境界 是愚人饮水 冷乱自知 这是说出来的 化人 问患事 化和患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在此地 是指 得道之人 有得道之人 它知道 一切万化 对幻化 都不是真实的 好像金刚经上讲 一切有违化 如梦幻 炮影 幻化不是真实的 这两个人 在问答 两个人的境界 是相同的 程度是一样高 这个问答 只有味道 一个启入 一个不启入 这样也不能问 也没有法子答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就是说 谷响 踏传星 这是说 山间 漏水 最容易体会的 就是瀑布 瀑布算是泉水 因为声音很大 这个山谷里头有回响 答是回响 回音 流水有回音 各位想想想这个境界 这个瀑布 这个声音 山谷上有回响 有回音过来 欲答 不终止 答是通答 你要想明了通达 收学的宗旨 是什么呢 泥牛 水上行 泥造的一条牛 在水上走 好 你们会不会呢 禅中里叫参 就从这里去参 二十四段 说 千丰顶上一茅屋 这个是说山峰 高处 就是山顶上 有一个小茅棚 老增半间 云半间 山高了 有云 这个老和尚呢 住在山顶上 这个茅屋呢 他那个床呢 占了一半 另外一半就是云彩了 昨夜 云随风雨去 刀头 不似 老增闲 云呢 随风雨走了 老和尚呢 仍是如雨不动 他没有随境界所转 他那些云呢 被境界转 老和尚呢 都没有被境界转 如雨不动 他这个里面 都是说的 禅机 过去事 已过去了 未来 不必 如思量 过去 过去的事 已过去 不要再想了 过去 未来还未趁离 何必是计划呢 何必要白粗心呢 至今 便到 即今举 他这个四句的重点呢 就在这一句里头 第一句是说过去 第二句是说未来 第三句是说现在 换一句话说呢 聪明人 捉住现在 梅子熟视 知子香 知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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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有没有啊 不是吉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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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子花 大陆上有啊 好像茶花一样 有一些好像茶花一样 比茶花大 好像有一些茶花一样的 不是吉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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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中药 中药里頭有支子 那個梅子 支子 都是有一定的时節 都是有一定的时節 就像水果一樣,我們到美國來吃的櫻桃 櫻桃季節很短,你一定要掌握著 過去就沒有了,未來也沒有了 一定要把握著時折恩怨 他這個意思就是此敵 就是要把握時折恩怨 捉住不能將他放過 這個意思就是此敵 二十六句是雲風禪師的 即今優去便優去 若未了是無了是 這兩句話我就不說了,各位自己去參 我們看下一條 所所含生 這個所是俗寫 現在的字體上面是大小小字 與那個所是完全相同的 是同一個字,這是俗寫的 所所就是鎖碎的意思 鎖碎的意思,鎖碎的意思 鎖碎的意思 也就是未小,微不足道 應應來去者 這個所所含生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 云云眾生 就是這個意思 云云眾生 各種明奪利 一天到晚 云云都不停 就是這個意思 等彼 氣中 蜜蜜 紛紛 狂 鬧矣 等於 等於 世間人一天到晚, 忙忙碌碌, 東奔西跑 就好像一個氣冥女頭, 蚊子在裏面撈空空的, 沒什麼兩陽 就是這樣一回事情 一化而生, 化是變化, 災化而死, 生死是變化 化海飄蕩, 景河所知 這個化海, 就是佛法裏面說, 就是六道輪迴了 十法界的變化 到什麼時候自己覺呢? 夢中服夢, 長夜明明 人在世間, 確確實實是夢中之夢 這句話 若不是國內人, 是說不出來的 有幾個人知道, 人生在世間, 是夢中之夢呢? 等到又一日, 你正到阿羅漢果了 哎呀, 仿然但從前, 都是發了一場大夢 等到你明心見聲, 正得發生大事了 我們錄到, 起不是夢中之夢嗎? 真的嗎? 境界往上提升, 這個事實真相 就見到了 基本上 即使是數字 直虛為實, 曾無國日 這個是說六道的眾生把假的當作真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六道的眾生 無恥劫內到今日, 從來都沒有覺悟過 好,那就苦了 下面,这是对于三宝的赞叹 不有出世之大各大省,其素予以各之愈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 将这个事实真相讲明白,我们又怎能知道人生宇宙的真相呢? 这一段话,文句不多,将六道众生的状况都为我们描绘出来了 我们看下一段 中宿叶深厚,不能钝断 当方便制益自劝自心 这个修行非常重要的 宿叶是指过去世,生生世世所做的恶业 这个恶业,在现前,我们能够察觉到的就是杂戏 各位要知道,杂戏就是宿叶,就是宿叶的现行 心口,这个心和口就产生障碍 障碍,清净心 障碍,障碍了智慧 障碍了智慧 障碍了得能 障碍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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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